內地河北省石家莊市、營台市近日出現多宗新冠肺炎本土確診個案 該省宣布全面進入疫情防空尖時狀態 為撤斷傳播源頭,找到隱性確診個案 在1月6日零時起,石家莊市及營台市全面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工作 三日內完成1300多萬人的採養工作 不少企業主動提供採養場地 地下停車場,巴士均變身為核酸採養點 當地市民稱讚採養工作,迅速及有序 為提升核酸檢測能力 郭家衛健委在江蘇、浙江等地調配醫療隊支援河北省 其中浙江省醫療隊五支檢測隊分別攜帶五套檢測設備和儀器 五萬份核酸檢測試劑 同時石家莊河北體育館,亦於10小時建成火岸實驗室 大幅提升樣本檢測效率 例如在核酸提取環節,能夠通過自動化的機械避離進行操作 每天可以完成10萬單管檢測規模 每一個機器裡面,它平移移動的每一個板子就是96個孔 然後全部機器操作 然後這個一個儀器 大概可以有十幾個板子同時來進行操作 所以就是大大提升了它的操作效率和通量 根據之前多個城市的抗疫經驗 今次河北在檢測手段上 在高風險地區採用單個樣本採用檢測 其他地區採用5個樣本一組或10個樣本一組的運載方式 對於運檢中發現陽性結果 立即採用單檢方式進行針對性復檢 精準確定陽性人員後 在嚴格隔離狀態下,轉送定點醫院治療觀察 這樣就大大提升了檢測效率 香港第四波新冠疫情已經持續數月 社區隱形傳播鏈一直未斷攬 社會不斷有聲音呼籲政府進行全民強制核酸檢測 政府卻一直表示 香港檢測能力及實際情況無法做到 但今次河北省能夠在短期內完成1300萬人 即香港人口接近一倍的全民核酸檢測 而且在經驗、效率、人手安排、檢測儀器上 都被香港提供了參考的範例 香港要壓制疫情、恢復經濟 令社會重回正軌 是否應該借減河北省的經驗呢? 在訪問中 有問題 有問題